有兩個sub對不對 所以自己再加兩個按鈕 有沒有 所以有幾個sub就幾個按鈕 這樣蠻直覺的嘛 而且也不複雜嘛 其實我覺得這個如果你只要抓到要領 應該沒有想像中困難吧 有些時候我覺得盡量你不需要知道的 我盡量不要讓你知道太多 因為你知道太多 知道那些要幹嘛 這輩子用不到 我講那麼多 還不是增加你們的困擾 而且你反而就 哇 怎麼這麼多會記不完呢 所以如果你往下鑽 我跟你講 你真的會想要放棄 所以盡量你不想放棄就是 先找到你想學什麼 然後你先拿來用 用的過程當中你慢慢就記得了 你不要完全都不會用 然後就一直拼命死氣 記那些永遠不知道幹嘛的東西 或許用得到 但或許用不到 所以後來我發現我都用刪去法 所謂的刪去法 就是我這輩子用不到的 我一律都把它忘記 不然我記這麼多要幹嘛 對不對 如果說有好多種寫法 我都記最簡單那個寫法 如果程式裡面有不需要的 我把它刪光光 讓它看得精簡一點 可能加註解也必要 因為你註解今天看得懂明天就看不懂 可是你如果加了註解之後 每天看都看得懂 有沒有像這個地方我不是有加123 有沒有 你說老師我看懂了 其實你是看懂註解 底下的東西如果你也看懂程式的話 那當然最好 OK 所以最後這個按鈕我就不做了 因為方法差不多 只是說你按下去有沒有 就把它知道剖析 然後按個確定 這樣就OK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就把這件事給解決了 但是這件事最後 通常會有同學馬上就會提問題 有些問 有些事情就是因為有同學提問題 我才會講 那如果沒有人問 我就把它這樣過去 混過去就好了 但我自己也知道這有問題 但是我如果要講 我就自己要把問題解決 其實說真的 程式如果你是那種很龜毛的人 我跟你講你永遠寫不完程式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 不對啊 這裡怎麼會有這東西 這東西 為什麼我每次都按個確定 而且它會顯示什麼 這裡已經有資料 你要取代這筆資料嗎 可是這裡有資料嗎 沒有啊 為什麼我怕會顯示這個 我按確定它才會過來 OK 不合理啊 對不對 那你會一直鑽牛腳尖說 這裡 就覺得這很討厭 OK 其實你說老師 這裡為什麼明明沒知道 它會跳這個 其實我跟各位講 其實只要儲存格用過了 它就認為這是有資料 它會把它當成是用過的儲存格 可是你說用過跟沒用過 怎麼知道 以誰有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 可是問題是誰判斷 那以誰有判斷啊 你說老師 可是這很討厭 雖然不影響 但是我不希望它每次執行就跳出來 有沒有辦法呢 不要讓它跳出來 這個時候的話 當然你如果還是多學一點VBA的相關知識的話 你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其實我的推理是這樣 第一個 這個東西它叫做 英文的名稱叫Alance Alance的話實際上就是一個 叫做訊息提示方塊 中文意思 這個Alance 如果說要不要顯示的話 是誰管理的呢 當然這邊的話理論上是Excel管理 可是Excel在VBA裡面 它也可以變成一個物件 物件的名稱就是Application 所以VBA的A就是Application 指的是Excel 就是在VB程式 ForExcel的Application 就是在Excel裡面跑VB的程式 OK 所以我直接想到Application這個物件 就是Excel 它可以把這個Alance關掉 所以我想一個方法 所以我同意說老師 那怎麼關 那這個時候當然就是 或者你問ChargePT 不過這個ChargePT 也不知道怎麼問 那我就直接想說 那我可以在這個程式開始的第一行 呼叫一個物件的名稱 叫做Application 這個Application的話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嘛 然後這個指的就Excel 我就呼叫 Excel 你幫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那個訊息方塊關掉 好 那我呼叫它了 可是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拼錯字 其實很簡單 你按一個點 如果你點下去 假設有清單 那表示你呼叫成功了 可是你點下去沒有 那表示你打錯字了 大概就這樣 那它裡面有一個叫什麼什麼 要不要顯示的話 顯示就Display吧 所以你打一個DIS好了 有沒有 那你大概打DI 大概就會出現了 或者打DIS 馬上跳出來 有沒有 在這什麼意思 Display就顯示嘛 而認詞不就剛剛的東西 所以要不要顯示 所以基本上點兩下 你後面再加一個等號 等號的話 它就會告訴你說 到底你要傳什麼參數了 有沒有發現等號之後 如果就出現一個True跟Force 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True就是開嘛 Force就關 那我就推 如果我要把它關掉 就是不要讓它看到 那我直接給什麼 給Force不就好了 關掉它 好 我就大概這樣推論 試試看好了 所以我們已經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那個東西關掉了 好 接下來關鍵時刻來了 關掉它 執行看看 如果你按一下它 它不要跳那個東西 那你就成功了 但是如果還是跳出來的話 那就想其他辦法 OK 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 不見了 它不會再警告了 OK 所以顯然開關在這裡 所以以後 假設你有一些東西 你要把它關掉 但是你不知道從哪邊關的話 我還滿強烈建議 你可以從這個Application裡面著手 裡面其實有滿多方法 再加一個這個就可以了 我剛剛寫那個程式 如果假設你要找的話 其實在雲端白板152 我是把它放比較下面的頁數 在第七頁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152的第七頁 這邊就有錄製聚集修改 這一段我剛剛寫的 這兩段 那關閉訊息提示就是這個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